上节课我们所介绍的是总体审计策略 前面两项内容 一个解决的是审计的范围 另外一个解决的是 为了报告以及报告过程当中 咱们所需要做的沟通 我说过沟通这件事就是开会 怎么开会跟谁开会 这就叫沟通 有的时候是打个电话会 有的时候是线下的座谈 有的时候是面对面的畅谈 这都叫开会都叫沟通 第三件事叫做确定审计的方向 什么叫做审计的方向呢 咱们审计当中有资源 有人才 就是咱们每一个的注册会计师 审计项目组的成员 那方向就是咱们这么多宝贵的人才 到底一生命下往哪边跑 我们要把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投向什么方向 这个叫做确定审计的方向 审计中有一句话 叫哪里重要审哪里 所以咱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哪重要呢 咱们到底往哪跑呢 这就叫审计的方向 大概在教材当中给大家 123456789一共 在这列了15条 投又大了 没关系 分成三类 你要记住啊 我说的核心就是哪里重要审哪里 咱们到底往什么方向去跑 往什么方向投入我们的精力 这就叫确定审计的方向 你在做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 大体上必须有一个方向性的规划 第一个 叫做咱们要初步的做一些风险的识别 这个词大家不用着急往下听 先跟着我反映一下 你们记得审计地图吗 初步业务活动 审计计划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咱是不是这么画的呀 还有印象吗 那你就可能意外了 说这不是审计计划这个阶段吗 怎么 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这种事 反而跑到审计计划这来了呢 老师跟审计地图毛不毛顿啊 那我就问你一句 咱们之前还学了初步业务活动呢 在初步业务活动这里 要不要做初步的风险评估呢 你考量对方 打量自身 这不都是在风险意识 风险导向吗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句话 虽然审计地图咱们那么画 但是你心里要知道 风险评估这件事 是贯穿始终的 所以在制定审计策略这个阶段 咱们也了解到了一些信息 对风险呢 有初步的判断 能够嗅到一丝风险的意味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对做计划 做策略有帮助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理解的 要透彻一点 那来看一看 怎么做初步的风险识别 第一个 我们要确定重要性 我告诉大家 总体审计策略 里里挖挖加在一起几十条 我最需要大家掌握的 就这条 为什么 纵观例年考试 直接拿出来出题的 基本上也就是它 人家问你 确定重要性 在审计工作的什么阶段确定 你要知道 是在总体审计策略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把重要性定下来 因为有了重要性 才知道哪重要 咱们下一讲就会讲重要性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说重大错报风险比较高的审计领域 这不就是一声令下 往那边给我跑吗 因为那边风险高 这不就是方向吗 所以这第二项 第三项 说评估到报表层 有哪些重大错报风险啊 报表层的风险高 咱们审计项目组叫谨慎 咱们叫加强监督指导和复合 这不也是审计的方向吗 仍然是在说风险 第四项 项目组人员的选择和工作的分工 我告诉大家 这一项经常困扰大家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总体准备了有四个事 范围 时间 方向 还有人 大家就内心困惑了 说老师你看 这个事明明不是在说人吗 尤其咱们学到后面 学到第四个 你看 规划和调配审计资源的时候 又告诉你说 项目组成员往什么方向去进行分配 于是钻牛角尖的同学就问我了 说小曾老师 项目组人员的工作分工 往什么方向努力 这到底是确定审计方向 还是调配审计资源 到底是哪个 这个问题啊 我就说过 你问的呢 不成熟 不深入 为啥 就像我问你 你更爱妈妈还是更爱爸爸呢 不要问小朋友这样的问题 都爱 父母双亲 哪有什么亲重 没有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都属于 如果我告诉你 我的重点词汇是在强调 往什么方向派人 这就是确定审计的方向 如果我告诉你说 往什么方向派谁 这就是调配审计的资源 一体两面的 所以不要纠结 学审计啊 该纠结的时候纠结 不该纠结的时候不纠结 这就是不该纠结的 那我就告诉你了 不需要纠结 所以往什么方向派人 怎么去规划我们项目组成员的分工 那如果他强调的是往什么方向 什么领域 这就是确定审计的方向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项 第五项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是说 我们项目当中怎么分配时间 怎么分配精力 当然也包括怎么分配我们的项目组成员 你说怎么分配啊 那哪里重要审哪里呗 哪里风险高 咱们就往哪多分配呗 所以这不就是审计的方向吗 比如说 为重大所保风险比较高的领域 分配 适当的 充分的工作时间 下一个 如何向项目组成员强调 在收集评价审计证据的过程中 保持职业怀疑的必要性 你看好这件事 又说的云里雾里的 保持职业怀疑 咱们知道 叫秉承质疑的思维和理念 我们不要认为存在即合理 而是要认为 我们要抱着质疑的思维 质疑的态度 去做审计的工作 要有这样一种怀疑的精神 那这跟审计方向有啥关系呢 它绕绕弯跟你说 其实本质在说的是 什么方向风险高 什么领域风险高 什么地方比较重要 咱们就要在那个方向 那个领域内 多保持职业怀疑的精神 这就叫做方向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你看这些事 强调的就是哪重要 哪风险高 这就是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咱们要规划的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当项目经理 你带五个人的审计团队 带十个人的审计团队 其中呢 可能有一半还是应届毕业生 刚刚来到事务所 水汪汪的眼睛瞪着你 比如咱们找个同学 那现在这同学叫陈默 这同学就说 你当审计项目组的经理 他说抽象 我给你举个例子 拿你举例子就不抽象了 陈经理在那规划 审计项目的工作呢 然后今天 刚刚加入事务所的 五个应届生来上你报到了 你说啊 这个我给你们讲讲 项目上的情况 然后人家拿着小本本在这记 说有没有问题 应届毕业生 蹬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举手 说陈经理我有问题 说啥问题 说您讲了这么多 可是咱们明天就要去做审计工作了 那个方向是什么呀 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强调一下呀 你一下就懵了 是啊 我还没给人强调方向呢 咋办呢 打开审计书 打开蒋经老师的课件 啥叫方向 搞明白了 哦 你就知道了 这个行业 我初步判断 收入的舞弊风险比较高 因为这个行业里面 国家的监管机构 包括新闻媒体 经常爆出一些 这个行业的一些丑闻 或者高风险的点 于是你就会告诉他说 咱们的审计方向 其中有这么几个点是比较关键的 风险比较高的 所以呢 你们要记一下 着重的要关注 未来在那个方向呢 我们也会多派一些能手 多派一些资源 你们做这个方向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啊 保持职业怀疑啊 这些呢 你们也不用担心不用记 我都写在总体审计策略里了 你们可以拿回去看 这不就是审计策略解决的问题吗 所以陈经理明白了吧 必须要有这样的事 等下我再给你举件事物的案例 你就会觉得不那么抽象了 都是在解决切身的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说考虑内部控制 什么叫做考虑内部控制 为什么内部控制会影响 我们的审计方向呢 我讲过一句诗 我说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如果这家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设计的好运行的好 那相应的那个领域 可能风险就要低一些 咱们也讲过控制风险 相关的概念 那因此内部控制 就是会影响我们 审计的风险的领域 重点的方向 你看这几条 全都是这个逻辑和道理 比如说 内部控制有效性 以往审计当中 是怎么评价的呀 以往当中 有没有发现一些重要的缺陷呢 如果以往有缺陷 以往不健全 这个领域 是不是要特别的关注呢 甚至如果特别不健全 好大好大的缺陷 我们压根没有办法信赖内部控制 那我们可能就不去做什么控制测试 我们的方向就是多做实质性程序 多给它挑错 这个我们第八章也会说 再比如说 管理层 重视内部控制吗 内部控制有适当的记录吗 我们要不要依赖内部控制呢 被审计单位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怎么样呢 管理层 他去披露财务信息 他去编制财务报表 他遵循什么样的流程呢 你看我说了这么一大堆 我告诉你 你一个都不用记 你就在旁边给我写上 核心点就这么几个 内控有效吗 内控重要吗 我们要依赖内控吗 就这三件事 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 如果内控重要 而且内部控制我们认为预期是有效的 以前年度我们认为也是有效的 我们又非常依赖内部控制 因为我们认为好的规章制度 是一切的源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要在内部控制这个方向 做一些工作 如果反之 内控 对于我们审计来说不重要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没有建立 没有健全 帮不到咱们 起不到 唯有源头活水来的效果 我们压根不打算依赖内部控制 那你还让那些项目组的成员 花很多的时间 在内部控制上吗 不会了 这不就是审计的方向吗 所以 那五个实习生 应届毕业生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问你 说我们上审计课的时候 考CPA的时候学过 说内部控制 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特别的重要 请问一下经理 我们今年的审计方向 有没有内部控制这个方向 我们要不要去做内部控制测试呢 那经理说 哎呀完了 这事我定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给忘了 那怎么办 翻开小江老师的课件 这告诉你了 你得注意 你得考虑这件事 你就跟他说 根据以前年度的结果 内部控制呢 他们单位是有效的 没有什么重大的缺陷 而且管理层也比较重视 内部控制也比较重要 对咱们工作来说值得依赖 所以啊 今年咱们的工作方向 其中有一部分工作 是要做内部控制的工作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起到 唯有源头活水来的效果 这不就是总体审计策略吗 对吧 理解了啊 再往下 说考虑重大变化 什么叫做重大变化 我告诉大家 所谓的变化 就是容易出现风险的风险点 这是背后的原理 凡事都是在变化当中翻展的 而且我告诉你 风险也往往是在变化当中产生的 如果永远都一成不变 一潭死水 哪有什么波澜 但是反而 如果越是波涛汹涌的 越是变化比较大的 那风浪也大 风险也高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 如果在审计工作当中 你发现了 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发现 被审计他们有重大的变化 信息技术的变化 业务流程的变化 关键管理人员的变化 并购呀 收购呀 兼并呀 分立呀 重组啊 行业的变化 会计准则的变化 法律法规 环境 其他方面的变化 只要有变的时候 有变 那么风险 就伴随着变化 容易产生 哪里有变化 哪里可能就有风险 哪里风险高 咱们就去审哪里 这不就是审计的方向吗 所以核心 就是重大变化 不需要背 但一听就明白了 有变化的地方 往往就险象 还生 就有风险 所以以上这些 说来说去 讲的都是 方向 风险 我们审计工作 往什么方向去努力 往什么方向去跑 这是第三点 确定审计的方向 接下来 第四点 规划 和调配审计的资源 我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在审计工作当中 最为重要的资源 本身是两个 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人 另外一个 说的是时间 这两个就是咱们 最为核心的资源 因为你们去做审计 就知道了 审计这件事 没有什么特别贵重的设备 其实本账 就是每个人带一台电脑 或者再带个U盘 有时候带个拉杆箱 那出差是家常便饭 经常在路上 可能在被审计单位一待 待两三个月 待三四个月 这情况都有 所以最核心的 就是咱们投入的时间 还有咱们一个个 注册会计师 项目组成员 所以在制定 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 怎么样 把咱们这些人员 和时间调配好 这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解决几个事呢 一般来说这么几项 第一项 像具体的审计领域 调配的资源 比如说 谁去干啥 刚才讲过了 在高风险的领域 在复杂的问题上 咱们可能会利用专家 咱们可能会把那些 更有经验的项目组成员 派到那些领域去 这不就是调配人的过程吗 当然 他去的那个方向 那就是审计的方向 那就是高风险的领域 第二个 像具体审计领域 分配资源的多少 比如说 有一些重要的工作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过去盘点过某个咖啡企业 现在这儿 这个咖啡企业呢 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给你们讲讲 你们就会有兴趣 就在定一年的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 你就必须首先要想明白一件事 没想明白你这个工作 到时候没法开展 我在定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想明白 我在12月31号那一天 2021年12月31号 我就要去做 各个重要门店的存货监盘 比如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最大的那家店 在北京三里屯 特别大 好像还是24小时的店 我依稀记得啊 不一定记得特别清楚了 去干嘛呢 数那个咖啡杯 盘那个咖啡豆 这件事你说是 12月30号那天 我一下想起来的吗 说哎呀 明天我要去做监盘了 是吗 当然不是 因为说凡事遇责利不遇责费嘛 这不要做计划吗 我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承接业务没多久的时候 这件事咱就给规划起来了 你说老师 你为什么想的那么早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未雨绸缪啊 为什么要未雨绸缪 说的再现实一点 因为事务所缺人 人手其实很紧张 尤其在12月31号左右 如果你不提前规划 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各自忙各自的 谁陪你去监盘 全北京三四十家店 怎么监盘 所以你做计划的时候 就得跟管项目排期的那个人说 你看我总体审计策略已经定完了 我这个项目啊 12月31号那天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存货监盘 属咖啡豆 而且属咖啡豆对于我们这个咖啡企业来说特重要 因此呢 你看我把这个人员已经安排完了 我大概需要40个审计项目组成员 这四个审计里面呢 可能有30个是咱们事务所的项目组成员 正式的员工 还有10个人手比较紧 但是那个时候正好 在校学生放寒假了 我也知道咱们事务所还会招实习生 所以我还需要10个实习生来支持我的工作 加在一起40个人 40个人啊 二三十家门店 还差不多了 这件事我跟您说一下 我的总体策略已经定好了 您帮我把这个人手啊留一下 这不就是总体审计策略吗 这不就在规划审计的资源吗 你说这个事你能到了临时现场去想吗 不能 必须提前安排好 这就是我们教材当中讲的 如何去规划这些人数 还有再比如说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也有特别多的组成部分 我过去也做过 大型的国企央企 比如说在山东 济南 烟台 青岛 在湖北 比如荆州 武汉 各个地方 它都有相应的组成部分 还有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我们也要规划好 谁去监督 谁去复合他们的工作 以及什么地方是风险比较高的 咱们如何去分配时间 所以你发现了吧 就是你看似抽象 是因为你没有做过审计 但你听完这些故事你就明白 这些事其实就是未雨绸缪的大事 如果不提前想好 到时候就捉急 你只能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临时报佛脚 那可能还报不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说何时调配这些资源 比如这些人员 我刚才讲了 有些是年末 我们需要去重点调配的 有些可能是中期 比如在期中审计的时候 咱们要去重点去做调配的 所以什么时候要讲清楚 第四个 如何去管理 指导 监督这些资源 因为凡是有人的地方 就必须要有管理的手段 什么叫管理 本账就是辅导他们的工作 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引 还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督促 这就叫做管理这些资源 怎么管理 怎么去督促呢 我告诉大家 在审计的实务工作当中 最为简单 最为了当 也最为普遍的方式 就两个 一个是开会 大大小小的会 项目的预备会 启动会 阶段性的复盘会 总结会 庆功会 开会 还有一件事 就是工作要复合 不能光开会 光开会可能大家说完了之后 不做具体的工作 直上谈兵了 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 咱们项目组那么多人 做完了工作底稿 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记录 要更有经验的人员 帮他们去做复合 有合伙人要复合 我们的经理要复合 必要的时候 我们的事务所 还有项目的质量复合 这件事21章 我们也会详细介绍 所以看 管理的手段 在事务所很简单 要不就是开会 要不然就是复合工作 专业知识就讲完了 我再讲一点 实务工作当中 这些事 到底是怎么样 让大家理解的 更形象一点 我举个例子 你们都会知道 在事务所 大家的人际关系 非常的简单 大家之间的关系 都特别好 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相比于 我去事务所的朋友们 同事们 我在大学的同学们 大家都会普遍反馈 哎呀在事务所待久了 发现人际关系好简单 我跟同事都能相处成为 特别交心的朋友 甚至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是我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 我们结下的友谊 到现在关系都很好 甚至成为了非常紧密的伙伴 可是我在企业 或者在别的单位工作的同学 经常会跟我吐槽 有一些负能量 说哎呀我单位的人际关系 好复杂呀 同事就是不能做朋友 你们在网上也看到过 这样的消息吧 那为什么就会产生 这样的对比或者反差呢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管理的手段 是不是简单的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讲啊 说在单位工作 有公司政治 有官僚文化 为啥 因为管理的手段太复杂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黑箱子效应 搞不清楚 领导到底喜欢什么呀 哎呀同事之间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不透明 管理的手段太复杂 可能有面子上的 有里子里的 有明中的 有暗中的 但事务所呢就很简单 说到专业知识 我就告诉你 事务所的管理手段 就这俩 开会 还有呢 复合工作 开会是什么 大家坐在一起 畅所欲言 这就叫开会 有话都说开了去 而不是在私底下 哎你跟我聊点 他跟他聊点 不是 事务所就想开会 大家在一起每天工作 甚至两三个月 都在一个会议室 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吃饭 一起讨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关系就近 关系就简单 因为有些话 大家都说开了 还有呢 复合工作 我是刚刚入门的新手 哎那有 去年有经验的小伙伴 帮我复合 哎我会感谢他 因为他在教我知识 帮助我进步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 又一步的拉近了 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所有的地方 都是如此 也不是说所有的事务所 所有的项目组 都是这样的融洽 都是这样的好 也不是说企业 就都不好 不是这样的 就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为什么大家 很多人会形成 刚才那样的反馈 我告诉你 跟专业知识上 就是这联系着 因为事务所的管理手段 对资源的调配方法 特别简单 就是开会 就是复合 而这两种机制 就造就了人际关系简单 大家喜欢事务所的那种氛围 但是啊 长久的在象牙塔当中 也有一些弊端 比如说不安适事 比如说过于单纯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可能不如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 我的另外的一些朋友们 我觉得这确实也是 反正事务呢 都具有两面性 讲完这里呢 我的总体审计策略 给大家就说完了 可能多讲讲 事务所到底怎么工作 审计实务到底怎么做 大家可能会更有兴趣 我先想告诉大家 这些内容 在考试当中考的时候 就是问你 哪些是总体审计策略 记忆的窍门 刚才也说过了 总体策略四方针 范围计划方向人 一共就这四项 押韵的都好记 如果大家听过 小李老师 李明元老师的课 他尽量给大家一些口诀 那这个就是 非常好记 你看第一个 审计范围 什么叫审计范围 就是我刚才说的工作量 什么叫计划 什么时候出报告 报告所需要的沟通 所以核心就是 核实出报告 内外部怎么协调 怎么安排时间进度 怎么进行沟通 沟通的方式是什么 渠道是什么 第三个方向 方向就是工作重点 所谓的工作重点 就是哪里有风险 核心的工作 就是哪里重要 第四个 资源 所谓的资源 最为重要的就是人 比如说有经验的 项目组成员 专家 高水平的监督 指导和复合 这都属于高质量的 审计资源 所以把背后的核心的 最为骨干的理念 给大家又理了一遍 讲到这里呢 就是总体审计策略 就结束了 最为庞大的 最为繁杂的 也最为繁琐的 咱们就过去了 我告诉大家 大家学完之后呢 我猜测你们的感受 我先不猜啊 我心里放了一个词 我先不说出来 我先问问你们 你们学完这样的感受是什么 你们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因为每一届的同学们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烦 虚 杂 讨厌 头大 大概率就这些 甚至有同学说 真讨厌 不想学这个 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我真实的故事 听完之后呢 我告诉你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 因为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曾经 大概做审计 做到第三年的时候 三年 当做到第三年的时候 当时是自己第一次 独立的接了一个项目 这是我在审计 这个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 第一次做项目 相比于跟着别人一起去做项目呢 最大的不一样的点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 就是这个 跟着别人呢 就是人家制定好策略 你跟着干就完事了 可是如果当你自己需要 自己独立的代项目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工作就是 你要定一些大体的策略 要做一些审计项目的 工作的规划和计划 这件事要自己独立的思考了 当然不是说你思考完了 就可以这么去干了 上面有经理 有合伙人帮你做复合 你看我当时只是一个 三年工作的小朋友 在事务所叫小朋友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头也很大呀 因为你要做一个新的项目 自己要去独立的处理了 你要去做审计的计划了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 没有以前的工作可以给你参考 因为是个新承接的新客户 没有办法以前去抄作业 咋办 我其实就有点爱上审计这门课 还有爱上这个准则了 因为我每年都说 我说审计准则 他就是一个暖心boy 真的暖心 如果你讨厌他 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他的温暖 那个时候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想到 说不是总体审计策略吗 我记得 咱住快审计书上有啊 来翻开看一看吧 一翻开 大概知道了 一共就四件事 确定审计的范围 报告的目标 时间安排 所需要的沟通 确定审计的方向 调配审计的资源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 我的策略上 列好 我核心的思路 就是这四件事 一 二 三 四 然后就顺着这四件事 我就开展我的工作 我可以跟我的领导去做汇报 我可以跟我的项目经理 项目合伙人去讨论 我说我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 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您看我的思路对不对 如果有不对的 您帮我指证 第一件事呢 我得想一想 咱这次审计的范围是什么 我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 被审计单位 用什么准则编制的报表啊 那这个事咱们得知道 还得把它规划下来 第二个事 他们单位对信息技术的运用 到底深不深呢 如果深的话 我就提前先去 咱们信息技术的部门 把专家资源先协调好 第三个 我说您在谈这个项目 接洽这个业务的时候 有没有了解过 它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集团呢 组织架构是什么样的呢 合伙人说 你到那个 工信的网站上去查一查 一查 组织架构出来了 我说其实你看 下面还是有几家子公司的 那咱们定这个审计范围的时候 这些子公司 咱们要不要去 咱们要不要审 你看这些事 我说来说去 你发现没有 课本上都有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懂审计准则人 就知道了 其实是审计准则上写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你跟你的领导 跟你的经理 合伙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 说你这个人思路清晰 肚子里有干货 脑子里有想法 其实本质上 就是因为审计准则 它太暖了 它都给你写好了 第二个也是 你就问 比如说咱们这个客户 预计什么时候要报告 几月份 4月15号之前 好的 那我知道了 按照这个时间 我规划一下咱们的工作 大概分几个阶段 然后我计划 比如咱们每个月 跟管理层 开一次电话会 然后这个时间 我先提前给您 标在大家的日历上 到时候咱们别忘了这件事 这不就是出报告 还有中间所需要的沟通吗 提前把它布置好 第三件事 审计方向 我先拿到一张 被审计单位的 财务报表的草稿 先看一下它的收入水平 资产的规模 初步的确定一个重要性 然后大概看一看 收入存货 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这几个领域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最先定几个大的方向 还有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想要考虑考虑 还有这两年 这个行业 有没有一些 什么重大的变化呢 比如准则有没有变化 需要咱们特殊关注的呢 比如说这两年 新收入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租赁准则 这些领域 咱们要不要重点花点时间 是不是咱们值得 投入的那个方向 这不也是吗 第四个 调配审计资源 我想问 咱这项目组几个人啊 除了我带队 下面还有几个小朋友 说三个四个 好咱们赶紧去找行政的同事 负责人员安排的同事 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我们组成我们的项目组成员 然后我们要定 我们项目组 什么时候开启动会 准备会议的材料 给大家初步介绍 这个公司的背景 这个行业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呢 要明确 我们未来 谁在什么领域工作 谁更有经验 谁去审那个复杂的问题 谁来复合谁的工作 大家怎么传帮带 你把这些事理完了之后 你发现啊 一份word上面 总体审计策略就写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 审计准则它在帮你 它没有给你添麻烦 反而把这些 平时觉得特别物虚的问题 全都落在了纸面上 同时你的项目开展呢 也会非常的有节奏 思路非常的清晰 而且 你的领导 你的经理合伙人都会认为 这个同事思路清楚 脑子还是比较清晰的 专业知识也是懂一些的 那基本上呢 也会获得比较好的评价 对吧 所以啊 我大概在事务所干了这么多年 我会发现 做得比较好的同时 往往大家会说 专业能力比较好 体现在哪呢 对准则的理解和运用 比较准确 能够用这些 审计准则作为一个 暖心不爱给你提供的工具 而不是自己瞎想 然后想来想去 没思路 断片了 思路非常混乱 或者想不到点子上 明白了吧 所以这样的来看啊 你就不要觉得头大 烦心 它其实能够解决很多 实际的问题 好了 总体审计策略 咱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具体审计计划 我告诉你啊 总体审计策略特复杂 但具体审计计划 特别特别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在旁边 你要写三个字 叫做突破口 什么叫突破口 总体审计策略不是多吗 不是不好攻克吗 不好做题吗 没事 咱们另辟蹊径 从具体审计计划开始做题 它们已分析 说以下四项当中 哪些属于总体策略 哪些属于具体计划 总体策略太多了 记不住 没事 具体计划一共就三项 这三项特别好记写在这了 你看就这三项 所以反之 不是这三项的 大概率就是总体审计策略 是这三项的板上钉钉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就是具体审计计划 所以同学们明白了吧 所以刚才说了那么多 其实都是先给大家的一个坏消息 这个时候再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是解题的突破口 明白之后 咱们来理理这个逻辑思路 有了总体审计策略之后 在总体审计策略的指导下 我们可以去制定具体的审计计划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箭头把它看清楚 谁指导谁 宏观的指导微观的 然后大家要明白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 微观的是不是对宏观的就没有影响呢 注意啊不是 微观的也会对宏观产生反作用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互相影响 怎么样去理解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咱们刚才讲了 说这家被审计单位 要不要去运用信息技术呢 如果要运用的话 咱们可能要去协调相关的资源 要扩大审计的范围 对吗 那如果这件事情 你在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当时你的认为是 被审计单位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呢 还比较轻 信息技术呢 还不足以称得上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于是你定了一个总体审计策略 把信息技术没有作为重点的方向 可是 随着你了解的深入 你通过具体审计计划的布置 甚至是实施 你发现被审计单位的信息技术 远远没有你想的最初预料的那么简单 甚至很复杂 甚至很重要 那么反过来对总体策略有没有影响 有 咱们需要找专家了 咱们需要扩大审计的范围了 需要调整审计的方向了 这不就是互相影响吗 所以有年考试给你出题 说总体审计策略 它指导制定具体审计划 但是具体审计划 不会对总体审计策略产生影响 对不对 那就是错的 所以要大家理解审计 学习审计 特别特别讲究一个深度思考和精准 理解到位 然后接下来来说 具体审计计划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三个 一个是风险评估 另外一个叫进一步审计程序 本质上你在旁边写了几个字 第二核心它也是风险应对程序 还有一个兜底的其他审计程序 就这三个 所以反过来 不是这三个的 大概率就是总体审计策略 这个地方就舒服多了 对吧 然后别着急 风险评估 咱们其实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了 比如咱们在学认定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了很多的故事 告诉你被审计单位有很多的风险 这个咱们不展开说 第七章详细讲 但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咱们要在这把它的概念做一些扩充 我在给大家画审计地图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在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讲具体程序大概有两类 一类叫控制测试 一类叫实质性程序 所谓的控制测试 看的是规章制度 它运行的有效性 所以它看的是内控 所谓的实质性程序 它就盯住找错报 大家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 叫做亡羊补牢 有没有学过 我告诉大家 这个成语里面 就蕴含着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亡羊补牢 啥意思 羊死了 丢了 跑了 然后呢发现 炸篮有个洞 是不是就这个故事啊 然后赶紧补伤 为时不晚 就这个故事 那我告诉你 前面这俩字 就是实质性程序 为啥 羊丢了 丢了几只 狼狈 羊把 狼把羊咬了 呱这 脖子咬了 咬死了 死了几只 这不就去数数吗 不就重大错暴吗 有几只 丢了几只 活着几只 死了几只 这就是 找错暴的程序 那补牢呢 补牢 这就是构建规章制度 看看内部控制 还健不健全 有不有效 它就是控制测试 大家就明白了 哦 我们想追求的就是 羊不要丢 不要跑 不要死 安全全健健康康的 本质上就是没错报 可是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 要不然去看 规章制度怎么样 炸了如何 要不然是去看一看 哎 羊怎么样 有没有丢 有没有跑 有没有死 这就是这个词吗 所以你看啊 风险的应对 进一步的程序当中 就这两类 亡羊加补牢 就这样 好理解吧 很形象啊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着急 第八章 咱们详细展开介绍 然后把这两个 咱们做下组合 就会形成具体审计程序的总体方案 这特别绕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具体审计程序的总体方案 是具体审计计划 还是总体审计策略 请大家回答我 我再说一遍 具体审计程序 就这个亡羊补牢 它的总体审计策略的内容 还是具体审计计划的内容 你可别被迷糊住 你说老师有总体方案 所以是总体审计策略 错了 它是具体审计计划当中的内容 它指的是 这两种程序 亡羊加补牢之间 怎么进行综合运用 如果说我们一个审计项目 主要依赖实质性程序 那么我们采取的方案 就叫做实质性方案 如果一个审计项目 咱们既依赖实质性程序 又依赖控制测试 那就叫做综合性方案 所以这两种方案 本身是对这两种程序的组合 和不同的搭配 能够理解这就行了 所以这一页当中 这个脉络图非常的清楚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核心的点 一共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点 大家要清楚 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影响的 第二个点 大家要清楚 具体审计计划当中 这三类 这个要清楚 而且它是我们解题的突破口 第三点 大家要清楚 什么叫 具体程序 什么叫具体程序的总体方案 以及它们都属于 具体审计计划的范畴 这地方呢 就是就概念而谈概念 咱们后面学到第七章 第八章 咱们会就理论 再深入学习 那今天就要大家掌握的 就是这张脉络图 以及脉络图上的 一二三 这三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然后命题角度 我在这给大家又做了总结 请大家跟我看解题高手 命题角度是 要辨析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怎么辨析啊 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把这东西都背下来 我觉得哈 没必要 你也背不住 大家应该要先抓住骨干 然后要结合原理 今年的原理呢 其实都在解题高手里面 给大家一五一十的写的更详细了 大家要认真读 第二点 总体审计策略偏宏观 解决整个项目大方向的问题 范围 方向 报告的目标 还有资源 而具体计划呢 偏微观 解决如何设计和实施 具体程序的问题 解决亡羊补牢的问题 比如说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应对程序 解题的时候 大家要从不同的层次 作为切入口 要思考 这件事 关乎于整个项目的进展 宏观的问题大的方向 还是关乎于 具体审计程序的设计和实施 第三 相比于总体审计策略 我说过 具体审计计划的条目 太少了 前面几十条 后面咱就三条 所以做题的时候 大家要学会运用排除法 要从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审计计划 它这个悬殊的对比 来找到解题的突破口 咱们来看个题目 这是2016年考察的一道 多项选择题 大家可以在 我们的屏幕这 弹出来的解题框当中 来做练习 可以给我们谈一个 ABCD的多选题的解题框 然后 大家选一选 属于具体审计计划的 有哪些 A 确定重要性 B 确定是否需要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C 确定风险评估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B 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难吗 不难吧 答案选择 C和D 如果你说老师我正向去思考 我知道重要性 那叫做确定审计的方向 它是总体审计的策略 是否需要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那是解决人的问题 是调配审计的资源 而剩下两个风险评估 和进一步审计程序 是咱们背过的 具体审计划当中就三项吗 那他们两个是其中两项 所以答案 无论是正项还是反项 你都可以选C和D 这种题就是真题 我告诉大家 真题如果考这个知识点 也大概就这个难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那个方法突破口 这些我强调的非常细节的问题 得分的要点掌握好 但是为了帮助大家 咱们进一步的来练一练 陷阱提示 在这里面给大家放了若干的陷阱 你帮我指出 哪些是总体审计策略 哪些是具体审计计划 我们逐个来看一看 先看第一个陷阱 说与被审计单位就审计业务约定书 达成一致意见 这是总体审计策略 还是具体审计划呢 来第一个你告诉我 是总体策略还是具体计划 有谁说了 是总体审计策略 掉坑了 为啥呢 它既不是总体审计策略 也不是具体审计计划 它叫初步业务活动 你看 老师一公布答案 你就急得拍大腿 哎呀 这我咋还能错呢 知道自己考试怎么丢分了吧 就丢分在这些地方 自己以为自己会了 这个简单怎么可能是具体审计计划吗 一定是总体审计策略 哈哈哈哈好开心 查分的时候呢 59 为啥 这东西是初步业务活动 别掉坑里 第二个 说确定被审计单位对外报告的时间表 这是什么 这是对外报告的时间 计划出报告的时间 它是总体审计策略 第三个 确定项目合伙人和经理如何进行复合 我们说过 还是解给大家讲了很长一段故事 故事就告诉你 事务所管理的重要手段就是开会和复合 所以这个是如何管理人的资源 所以也是总体审计策略 第四个 确定控制测试的性质时间排和范围 控制测试就是我们讲的亡羊补牢当中的补牢 看规章制度的情况 那么这些是解决具体问题的 所以它是具体审计计划 第五个 确定如何识别和评估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这个都具体到关联方关系和交易了 识别和评估本质上不就是风险评估程序吗 那是具体审计计划 所以大家要总结一下 具体审计计划当中经常谈到的就是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 以及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很具体 为啥 什么叫性质 是什么 时间安排 啥时候做 范围 多大范围内做 咱们怎么做 取多少样本 很具体 所以这就是解题的关键词 这些陷阱你都躲开了吗 所以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而且能够比较笃定 这个地方你的学习任务就完成了 逐项分析给大家每个都写了非常详细的解析 再强调一连陷阱一 大家一定不要惯性思维 说认为某一个活动 如果不属于总体审计策略 就必然属于具体审计计划 不是的 有些活动可能是初步业务活动 可能是签约之前需要完成的 而签约之前咱们不会做审计计划的 因为还没签约 咱们不会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做计划 做策略一般不会 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把审计计划这个核心概念给大家说完了 当然可能大家还是感觉 老师这些计划到底在工作中怎么做 到底未来一步一步怎么落实 别着急啊 这本书咱们每一章都在带着大家落实 咱们制定好的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大家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思想 学审计就像爬山洞 最后一个问题咱们来说 审计过程中对计划的更改 首先你要清楚 计划审计工作这件事本身就贯穿于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你了解情况的增加 对被审计难为了解的深入 可能计划需要不断的做一些修正 所以它贯穿始终 那么注册会计师在有必要的时候 需要对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做出更新和修改 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 第四个叫监督指导与复合 刚才我给大家也说了 我说咱们事务所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 一个是沟通开会 另外一个就是加强监督指导与复合 其实监督指导与复合 在咱们生活当中就叫船帮带嘛 是不是 什么叫船 经验的传递 那不就指导吗 什么叫帮 我来辅助你 我来帮助你 我来促进你成长 那不就是有监督有复合的成分吗 带呢 师父带徒弟 经验的传递 日常的监管 互相的帮助 对吧 这就是船帮带 监督指导与复合 其实也是事务所人际关系的 最重要的纽带和文化 那于是呢 我们在讲解审计计划这个部分当中呢 要讲一讲 事务所到底如何进行船帮带 其实本质上 它其实是调配资源当中 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方法 所以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都要为此制定计划 要确定 船帮带 监督指导复合 怎么开展 三个方面 第一个 性质是什么 所谓性质按着写上怎么办 你说船帮带 怎么船帮带 刚才有同学在评论区说 说老师我也去过事务所 可是我在去事务所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管我 没有人带我 我觉得特别孤单 我啥都不会 那你现在明白了吧 为啥呢 可能这家事务所 它不太重视 监督指导与复合的工作的计划 它没有这个机制 那就自然给你的体会 就是没人管我 所以准则说了 说监督指导与复合 你得规划它的性质 什么叫性质 怎么办 比如说我过去 我印象特别深 我家务事务所的第一天 就有我的师父 在事务所呢 当然他也是 这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者 他有点像上级 有点像我的师父 他就中午带我出去吃饭 我第一天去 他第二天中午就带我出去吃饭 说事务所呢 给了这个就是大家之间的 这个叫什么 拉近关系的亲密的这个基金 一起吃一顿午饭或者晚饭的钱 200块钱 出去吃吧 吃饭可以报销 然后那个时间呢 他就会向我介绍 他之后会帮助我做一些什么样的辅导 哪些工作呢 我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准备 他可以帮我去做一些复合 这不就事务所的机制吗 如何进行监督指导与复合呀 怎么办 就是性质 还有在项目组的工作当中 谁复合谁的工作 怎么复合 我们一般来说会给他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他来回复一些问题 会帮助他对工作底稿呢 做一些批注 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 就像小学生批作文一样 给他圈出来 告诉他这不对 你要记得改 这就是性质嘛 时间安排就是什么时候 何时 范围呢 范围叫做 做多少 做大 工作量 这叫范围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其实也不可能 你做的所有工作 都有人帮你 一五一十的都做复合 一般复合的都是重要的工作底稿 你不太可能说 日常工作当中 你随便写一个草稿 人家也帮你都做一句复合 一定是形成一些重要的工作成果 所以复合也是有范围的 比如说经理复合什么范围的 合伙人复合什么样的范围的 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和安排的 所以这些呢 你要把它定好 所以什么叫做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就是怎么复合 何时复合 复合多少的工作 能理解了吧 那受到什么样的因素的影响呢 未来学审计 考虑因素这四个字 一直会是各位同学的噩梦 发现我好讨厌啊 怎么到处都是考虑因素 我今天告诉大家 考虑因素这里是最考验 大家深度思考的地方 一个人的思考深不深 学审计能学到什么火候 能不能通过考试 就看你对考虑因素的理解 有多么的透彻 你首先得明白 考虑因素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基本逻辑是 底下这些事如果发生变化 那上面那些事就也会跟着变 这就叫考虑因素 这个逻辑啊 我再说一遍 每个人都要给我吸收 什么叫考虑因素 就是这些事如果跟着变 上面的东西会受到它的影响 这就叫考虑因素 反之 如果一件事它发生变化 另外一件事根本波澜不惊 不会随着它产生任何的变动 那大概率可能就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你不信这个逻辑 你来试一试 你看啊 第一个 说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什么意思呀 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好吧 同学们我问问你们 一个大的审计项目 和一个小的审计项目 对监督指导复合的要求一样吗 你说到底哪个 更严格一些 做的更多一些呢 是大项目还是小项目 当然是大项目啊 所以你说它是不是考虑因素 总结一下 被审计单位规模越大 越复杂 越需要传帮代 这不就是考虑因素吗 第二个 审计的领域 你说地研所得税资产 和管理费用 会议费 哪里更需要传帮代 哪里更需要监督指导复合 当然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它 也会影响传帮代 也会影响监督指导 与复合 这就是背后的逻辑嘛 审计领域不同 所需要的监督指导 与复合的力度 很显然不一样 第三 评估的重大速报风险 哪里风险高 哪里就需要更多的指导 更严格的监督 更及时的复合 也会影响吧 第四个 执行审计工作 项目组成员的专业素质 和胜任能力 经验越少 胜任能力相对较少 较低 那就需要更多的传方弹 对吧 所以你看到这四项 本质上就会影响 监督指导与复合 这个就叫做考虑因素 所以大家不要去讨厌考虑因素 一定要把考虑因素背后的逻辑 咱们理顺了 考虑因素 其实学审计特别多 最怕的就是背背背 不分青红皂白 说你背吧 这四项 你怎么样都得把给我背下来 你这背得下来 全书有上百个考虑因素呢 你能保证每一个都背得下来吗 老师我呢 为什么 因为我头悬梁追刺骨 我凿臂偷光 我都把它背下来 我告诉你啊 考试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地方 就是我说的 神奇考试应变性特别强 这给你放四项 接下来来个五 第五项 比如说 考试给你一个选项 说项目组成员的独立性 突然出来一个你平时没背过的 没背过的 有可能选 有可能不选 咋办呢 一下就懵了 出来就说 哎呀 考试做的题 跟我平时的题一点都不一样 怎么办 逻辑分析 你看你试试 说一个项目组成员的独立性高 满足独立性 另外一个独立性低 不满足独立性 影不影响监督指导与复合 你一分析就知道了 不可能的 因为独立性是审计的基础 如果你不具备独立性 你就不能成为项目组成员 更何谈传帮代呢 它能是考虑因素吗 它压根和上面这个题干 没有逻辑关系 所以你看 就要依靠这种深度思考和分析 才能解决应变性的问题 所以背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一定要理解原理 深度思考 这个更重要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了吧 考试就是这样 它就考你这些 不一定你完全都见过的 ABCD四个选项 可能三个在课本上有 剩下一个你压根都没见过 人家随便给你写了一个出来 要求你临场要分析 那怎么分析 就是要一起去提高深度思考 逻辑分析推理的这种能力 好了 讲到这儿 我们第二节告一段落 咱们课间休息五分钟 然后回来 我们来继续讲解剩下的内容 大家呢 在评论区有问题大家可以说 然后我课间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出去喝口水 等一下回来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稍事休息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